我們做的FIFA是OS 是做這個系統 所以變成是 我可以出來做一個系統 我CINA是在台灣非常少數 真的有在做研發 在做開發 手機做系統有一家公司 這個OS它是一個品牌 那這個品牌它可以被放在 什麼樣子的裝置裡面 其實是有無限小小可能的空間 未來會有什麼樣子的發展 其實我們大家都很期待 MOSIDA本身是一個 non-profit的organization MOSIDA它是為了web 而是為了web的開放式 來做這整個工作 讓我覺得做起來會特別有成就感 覺得它是為了一個遠大目標 而不是為了一級 或是一個公司的私利 在做事情 你每天早上起來會覺得 你今天在為這個網路這個世界 貢獻一點心理 而且你寫出去的程式呢 就是真的會有很多人在用 能在OpenSource做 競運的心理真的是 非常非常慈悲的一件事情 很酷啊 今天工作最令人的新聞就是 跟很多很強的人很助 他會自己花時間 然後去挑戰他自己 反正會做出來 這些都是很重要的天才 一個這種設計師 把攝影座被抓 把攝影座的可能 你設計可以過了 十年或十年 這樣子 這間公司呢 其實都還蠻有趣的 會一直有去工作 或是專業領域之外 自己的一些 其他的一些 想法和興趣 在Mozilla呢 你有很大的自由度 可以做你覺得是 對這個使命有幫助的事情 Mozilla不會像一些很大型公司 會有由上而下 指派一些工作給你 你想到一個海底人 你有一個想要改變的事情 那你就在一些公開管道 大聲地喊出來 那自然會有一些有興趣的人 會來幫助你 然後你也可以 就是很容易地造成一些改變 你做任何的決定 你寫任何的 每一行扣 你都可以 詢問各國的同事的意見 然後甚至 不只是各國的同事 就只要是有興趣的人 都可以參加討論 然後 給你意見 公司的主題 算是比較便宜 就是你的意見傳達都很快 就是可能叫我們 每個月都會有一次全公司的OFANCE 就是你可以想說 公司的CEO 然後在一面 就在同事這樣問 就是CEO給問 然後你就可以 當面問他很多你想不到的問題 他會當面 就這樣一個一個回覆 這樣子 我覺得這是一個 就是很扁平 然後可以溝通 管道很常通的環境 因為我們的公司 有一個很大的特色 就是說我們的 team會散落在不同的國家 你可能Engineer在巴默 然後第三個在台北 然後福拉大在加州 國外同事他們的 教育方式 跟我們都不太一樣 所以他們有時候 思考的點 都會跟 你跟台灣同事 討論的出發點 都不太一樣 難免會有一些 文化上的差異 他們會 讓我們知道 不一樣的文化 所以事業會拉到 然後 可以從不同的角度 去思考這些問題 整體的那個氣氛 是非常活躍的 然後 大家也很樂於互相交流 那真的是一大 我覺得就是 每一個人 很多的尊重 跟自己有 固定要在自己的 作為上工作 那你 下午想要 吃個小茶 也可以在 茶水區 就是對啊 就是大家都很自在 會覺得 工作是一件 就真的是在工作 非常的壓力很大 這樣子 可以在這邊 有陽光的地方 你就可以覺得 今天天氣還不錯 就可以在陽光旁邊 就是斜扣這樣子 或是旁邊 還可以有食物啊 電池這樣 整個 氣氛是很自由的 工作累了 就可以出來拿到電視 還有平日呢 有各式各樣的 免費午餐 甚至有外匯 還有每個月都會定期 就是舉辦生日派對 外聖節啊 客人瓜大賽 對 整個自由 然後開放 然後讓我覺得自己管理自己 我覺得是 自己管自己 那個感覺是讓我 最喜歡的 那不像 MWC 跟全世界各地的 某某的 Partners community Lotters 做更多的交流 在摩斯拉最主要 就是有幾個 第一個是work week 還有就是所謂的商店 有一群同樣都是focus 同一個領域的人 那可能我們定時會在 全世界不一定哪個地方 有可能在台北 甚至在巴黎 或者是在美國 一起 我會某一個媽媽 那甚至除了 你就除了你自己的靈魂館 你可以認識其他更多的靈魂館 有些你可能甚至 聽過他的名字 知道他很厲害 但是你可能沒有見過他本人 我覺得這是在台灣很難得 一個非常純軟體的 跨國企業 那我們做的不是一個商業的 是一個非常有未來目標的 的領域 陪與台灣的 軟體人才是非常非常 很好的機會 如果我們對你自己是有期許的 在你教育裡面 在摩斯拉裡面 就是真的很多強者 就是如果你自認自己是強者的話 我覺得很非常歡迎 你來什麼家 你這個家庭 把自己準備好 趕快留意你 我們的位置有限 如果你想要每天早上起來 覺得你在為這個世界 做一點改變的話 那摩斯拉是你最好的選擇